萬七可以繼續支持台股在萬七的高空上安全飛翔的第二個理由 就是來自於我們的金控公司的獲利真的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台股中的第二顆引擎真的是守得非常的旺 就是我們現在台股裡面把它想成它是一架飛行在萬七高空的一架飛機 那這架飛機中有三顆運轉非常好的引擎 這三顆運轉非常好的引擎分配包含半導體、金控股跟傳產股 那其中剛才講半導體會旺到2023 然後傳產股我認為也會旺到2023年 那另外佔台股權重非常大的金控股 其實它的獲利的表現真的也都是非常好 那剛才有提到說台股中有15家金控公司 那當然如果日聖金併入到兆豐金之後 兆豐金把日聖金併完之後 年底之後台股中大概只剩下 就只剩下14家金控 那不管是14家或15家 那15家金控中合計掌握了大概66兆台幣的一個資產的規模 那這些66兆台幣資產規模的這些金控公司 今年的前8月攪出了4576億台幣的這個稅後精力 這個獲利的表現真的非常好 它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大增了超過6成以上 獲利這麼好 除此之外 股價的位階也都普遍處於在一個相對大盤便宜的區間 所以我覺得先前我如果在節目中跟大家講 我認為萬七萬八台股的最後一顆珍珠就會落在金控股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在於金控公司的15家金控業者的獲利普遍都很好 而且股價目前的位階也都處於比大盤還要便宜的一個狀態 那通常我們在講到股價位階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去用股價淨值比或用本益比去做衡量 那金控公司它現在目前卻是具備所謂物美價廉的一個投資的優勢 那這既然是物美價廉 它一方面會讓股價未來有持續走升的一個期待的空間 那另外一方面因為台股中的金控股 它的佔台股的權重是夠大的 所以當金控公司未來股價有持續走升的空間 另外金控公司又佔台股的權重夠大 所以當然就足以支撐台股這架飛機 可以在萬七的高空上繼續安全的翱翔 那談到金控公司的物美價廉 這個價廉的部分啊 其實這我在很多的地方我都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在看金控公司的時候 我會去看它的本益比的表現如何 我會去看它的股價淨值比的表現如何 我會去看它的股價淨值比的表現如何 跟大盤比是如何 那通常我們都是用股價淨值比 來評估金控公司的股價的高低 那現在目前台灣加權指數的股價淨值比是落在2.32倍 這是台灣整體的平均喔 所有上市會公司的平均大概是2.32倍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15家金控業者 他們目前的股價淨值比都比大盤的平均還要低 最高最高最高的是2884的玉山金是1.72 這個也整整比台灣加權指數的2.32整整少了 大概0.6左右0.6倍 這少了非常多 那另外像觀古銀行的兆豐金2886的兆豐金 它的股價淨值比也只有1.38倍 然後2880的華南金 股價淨值比是1.36倍 2892的第一金 股價淨值比是1.27倍 然後2880的核庫金 股價淨值比是1.22倍 所以這五家觀古的行庫 和庫金、第一金、華南金、兆豐金 這四家,四家觀古的行庫 他們目前的股價淨值比也都遠遠低於大盤的平均 那更不用說其他金控業者 他們的股價淨值比真的非常便宜 像2888的星光金只有0.51倍 這個只有大盤的四分之一而已 那日升金 日升金可以不用看的 日升金它接下來已經合併到富邦金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開發金 開發金今年以來股價已經漲了四五成了喔 但是它漲到現在它的股價淨值比也只有0.95倍 這個跟大盤的2.32倍來比 其實也是整整便宜的一半以上 那另外像2890的永豐金 它的股價淨值比是0.96倍 也很便宜 那另外三家很多國人很喜歡的2882的國泰金 股價淨值比是0.99倍 2891的中信金股價淨值比是1.07倍 跟2881的富邦金股價值比是1.11倍 來看的話 確實來看 從股價淨值比的角度來看 金融股為什麼我認為是萬七萬八台股的最後一顆整足 真的非常便宜 在這麼便宜的情況之下 那加上台灣的景氣 一般會影響金融公司的獲利 就是如果景氣不好 很多公司會出現倒帳呆帳的風險嘛 但是台灣的景氣是相對較好 所以也不會有這些風險 所以未來這一兩年 其實我認為金融公司的獲利應該表現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也是說 為什麼金融公司具備物美價淨這個投資優勢 那這物美價淨投資優勢是什麼 優勢它就會創造股價持續走升的期待空間 另外一方面因為金融股佔台股的權重夠大 所以也足以支撐台股這架飛機 在萬七的高空中持續的安全翱翔 那股價鏡子比這個是過去式嘛 這我們看到的是它現在的過去 那如果我們要看未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習慣去用那個獲利來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也看到啦 以今年前8月的EPS來看 金融公司蠻特別的 金融公司它是台股的特許行業 然後它按照法規的規定 它大概每一個月他們都會公佈公司的字節盈餘 所以跟大多數的上市會公司相比是不太一樣 大多數上市會公司都是每一季三個月才會公佈公司的獲利的狀態 所以我們看像8月15號是公佈第二季的季報 然後11月15號會公佈第三季的季報 這都是每一季去公佈一次 我們公佈季報目的是為了要去了解 這家公司的稅後盡利 EPS的表現是如何 但是金融公司不需要 金融公司不用一季等它一次 我們每一個月它公佈營收的時候 同時大概都可以知道它的公司的字節的EPS獲利表現 目前為止15家金控的前8月的EPS 它不只跟去年同期相比大增了六成以上 即使跟法人今年的獲利預估相比也出現了獲利超前的一個狀態 舉例來說下2882的國泰金 今年原本預期在過去這三個月的時間 所有法人的平均預估的EPS大概落在8.77元 這是法人的預估8.77元 是過去這三個月 我記得好像有16家的券商跟研究單位針對了國泰金 有發布了研究報告 那我們去統整了這些研究機構 他們對於國泰金今年的獲利的預估 今年的預估平均只是落在8.77元 這是今年預估的1到12月 但是前8月國泰金已經繳出了8.35元 其實距離這個也只差0.2元而已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 換言之今年的國泰金的獲利 應該已經明顯超標了法人平均的預估 另外還有兩家也是 目前8月已經明顯超越了法人的預估 也就是2881的富邦金 他今年的獲利預估預估是11.19元 但前8月他已經繳出了11.69元 已經比法人一整年的獲利預估還要高了 所以這反映什麼 反映就是金控優勢的獲利真的非常好 另外像新光金也是 新光金今年的法人預估是1.22元 前8月新光金已經繳出1.51元的獲利的水準 所以也明顯的超越了法人的預估平均值 為什麼會超越法人預估的平均值 就是大家金控業者繳出了跌破了法人眼鏡的獲利成績單 那自然就能夠推升股價持續走升的條件 所以如果我們用2021年的法人的預估平均EPS來看的話 那本益比其實國泰金只有6.8倍 富邦金只有7.3倍 新光金只有7.8倍 都非常的低 因為大盤現在目前本益比大概在15.76倍 如果以今年的EPS預估來講 其實都不到9倍喔 只有6.8、7.3跟7.8倍 所以都是非常的便宜 那當然前8月的EPS 15家金控業者大家都已經可以去追蹤了 那我這邊幫大家整理了 就是過去這三個月 2021年 就是法人的預估的EPS平均 像開發金 今年預估大家可以賺到2.19元 那他前8月已經繳出1.56了 所以現在的股價以9月15號來講是14.35 所以本益比大概只有6.6倍 所以都有這種物美價廉的條件 那另外像中信金 今年的獲利預估大概2.63 元大金今年的獲利預估是2.67 永豐金是1.41 國票金是1.44 台信金是1.59 和庫金是1.58 第一金是1.56 華南金是1.36 玉山金是1.63 照光金是1.92 這個是2021年的法人預估的平均的EPS 所以對照他們目前的股價來講 其實我覺得就是真的是相對的物美價廉 那所以在這個物美價廉的條件之下 其實就是它也會造成 其實我們認為台股它能夠安全的在這個萬七的高空中 能夠安全飛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 其實就在於金控公司它有它一定的基礎點